Formate 格式比較複雜的話 就比較需要用Formate 簡單的話 其實有時候我就用Person 因為Person的好處就是 反正就格式化到第幾位 如果以像這一題來看 其實用Person大概就夠用了 Formate 因為它可以格式化比較多變化 就跟ECL裡面有一堆的格式 按右鍵除了格式 你可以格式一堆 不過因為將來 如果我們在證照考試題目會講到 所以也許我先來看一下 Formate要怎麼用 Formate特別注意 它主要的 主要的重點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BMI放到Formate裡面 那這個Formate是針對 某一個字串去做Formate 你可以是字串函數 或者是字串 給點下去就會有Formate 所以我們第一步 請你在BMI前面 先加一個 雙引號 表示說呢 它是一個字串 我今天要格式 那首先 第一個 我要給格式 那Formate的話 大概有個流程 第一個 反正就雙引號裡面 先給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的話 移到中間 所以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大瓜糊然後呢 再放一個冒號 冒號之後的話呢 請你在冒號後面的加一個 點 2F 意思就是說我要格式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它的規則 它規則一定要是大瓜糊 而且中間必須要跟它講 冒號的位 就冒號就是 應該講起來是 它的那個 從哪個位數是整數 後面前面 做一些格式 然後呢 後面如果說我今天需要是 到 比如說小數點 第二位的話 那你會發現跟上面蠻像的 OK 接下來的話呢 還沒結束喔 因為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呢 我在後面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呼叫所有字串的相關函數 其中的話有一個函數叫Format 你打一個F啦 它會出現Format 就這一個 其實Excel裡面也有Format函數喔 用法概念有點類似喔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把它點兩下 不過它會自己帶一些引述啦 不然你就自己打也可以啦 那這個引述的話把它拿掉 基本上就把BMI放在裡面 然後再加一個後瓜糊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可以看得懂 只是說感覺好像比上面更複雜 特別注意喔 E先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瓜糊移到中間 再一個冒號 把.2F放進來 點一下Format 把BMI包進來 特別注意喔 前面就是它的格式 後面就是它的資料 跟這個好像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又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是用Person當分格符號 這個是用Format幫我產生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沒錯的話 執行結果 就會 達到我們要的預期結果 我們來試一下 85Enter 175Enter OK 你會發現 這個出來的結果 跟上面兩個也都一樣 那我剛剛講過 Round是真的是 這兩個 是只有格式化改變 OK 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這邊就用Format 大概就是加這樣 那做完之後 其實我主要的目標是希望 可以把這個BMI 不是用Printer 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加到我的這個底下的公式裡面 底下的這個最後 輸出結果裡面 那我希望做到結果是 先 打一個 BMI BMI跟他講說 27.76 OK 換行 然後呢 頻語 過清 不是只有過清 這樣感覺好像 有點不太知道說 就是前後 如果我說我今天還在加這個東西的話 那我用其中一個好了 用這一個 這兩個把它 就是 註解掉 特別重要 習慣上不會把它刪掉 因為有時候刪掉你要 回顧 就沒有了 所以 習慣上怎麼樣 會Ctrl加斜線 Ctrl斜線就是註解 取消就是再一次 只要你多選幾行反正他就是註解 這招我覺得比較快 如果以後你要做註解的話 這個註解 然後 print 可是我不會print 這邊已經print 變成說他沒有print在一起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 要不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一個自串 比如說我今天呢 可以加一個S的變數 S等於什麼呢 他現在已經幫我轉換之後的這個 這個結果 幫我把它丟到S裡面 所以是27 這邊27.76 先丟到裡面 那丟進來的東西 其實是自串 是自串 前後的算號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這個S 放到這裡面來 跟他串接 所以 基本上這邊可以再串一個什麼呢 不過其實應該是直接這邊就打好了 比如說這邊可以什麼 雙引號 這邊可以串一個 雙引號 這邊就是打一個 B 他的bmi 帽號 然後串 就直接什麼 直接串在這裡就可以了 Bmi 就是 這個東西 然後再把S 放到這邊來 跟他串就可以了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個format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最後輸出的結果 希望又變化 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如果你有些細節 假如不太清楚的話 我剛剛有這三行 你可以自己來打錯的話 自己再把它修正 很重要 這個 以後這個 慢慢熟悉這個打法 因為有點像在eSale裡面 你如果不會用格式化 這個 很多的數字 你會 就變得不好閱讀了 所以 這個等同有點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在eSale裡面做一些事情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如果要把它變成像這樣的 輸入 85公斤 175公分 他就 bmi 剛剛我們是輸出數字 所以我還要在 數字的前面串移一個敘述 然後呢 在後面換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需要讓它Enter 那Enter還記得吧 換行 反斜線N 有沒有 這個東西可以串在這裡 再一個評語 再把剛剛的 這個 有沒有 它是 哪一種評語呢 把它補到後面 所以如果要串接 這個地方怎麼串會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串法非常多 你可以寫得很複雜 你可以寫得很簡單 但我的前提啦 我的寫作習慣是 當然程式越短 越好 字數越少越好 所以 追求這種目標 但是 如果你剛剛也不熟啦 反正你先寫出來為原則 如果你實在是 寫不出 比較簡略的 你反正就先把它變出來 再慢慢去修正也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要怎麼做 一 一樣先到我們剛剛這個地方來 那 第二個的話 其實 我們 如果print 它 那它變成 先print 它 再print 它 它會 它一樣其實有換行的效果 因為它print 的時候會自動換行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這樣子 如果把上面兩個 輸出 把邏輯 把它變出來 85 175 Enter 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 其實 再一次 因為它這個好像第二次 輸入一定要把優標放在前面 好有沒有 它會先輸出這個 再輸出這個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它好像print本身 後面就會自動加一個換行 好 那我們先試第一種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用原來的架構的話 那你只要在什麼 在這個前面 補上什麼 BMI 冒號就可以了 這樣子呢 它就會輸出 BMI 那 平宇的話 加在哪裡 你想說平宇 那變成說呢 如果現在這樣執行 理論上應該它會多一個 BMI BMI BMI出來了 不過呢 也有換行了 平宇的話 你變成說怎麼樣 你可能要變成在這邊每一個前面 都還要加 平宇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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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要加 可是 其實就我的習慣 我 當然這樣也可以做出要的結果 可是對我來說 如果重複性太多東西 我就會想說有沒有讓它 不要重複性 的寫法 所以如果說 如果我不想要重複的話 那我可能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怎麼樣 不要用printer 可能要用一個s 來代替printer s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的這一串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 BMI 冒號 這一串 先放在s的變數裡面 然後呢 後面呢 因為我這一串 串完之後 最後要enter 因為我不會用printer 我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可以在 大瓜糊後面呢 再補一個 反斜線 N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我輸出之後呢 幫我換行一下 換行之後的話呢 再加 三個字 平宇冒號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平 雨 好 這樣應該可以看到 然後因為平與冒號 後面呢 就剛好串 過輕 還是標準 OK 這種寫法的話呢 他的 比剛剛的好處 就是說 我就不需要說 每個地方都平與冒號 平與冒號 那要重複很多 但是這個地方的寫法 就是用串接喔 OK 那你會發現呢 他這個format 反正 自動會找到 只要是 怎麼了 大瓜糊的地方 把這個值放進去格式化 OK 應該可以看到你的意思 那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這樣就寫OK了 還沒有 必須要怎麼樣 把這個s怎麼樣 串到前面去 所以呢 最後 你就必須在每一個前面 都串一個s加 OK 這樣成立的寫完 應該看得懂吧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的話 執行 那如果剛剛的這種寫法 OK的話 85 Enter 然後175 Enter 好 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呢 有沒有看到 BMI 冒號 把那個東西丟進來 反斜線N 換行了 然後呢 平與冒號 再去串什麼呢 串接這個東西 輸出了 輸出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 大概的那個狀況 然後 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會把那個最後 我這邊完成的結果 把它那個 就是 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這一段的話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來看看 谢谢观看